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古龍的七種武器 原來沒有七種那麼多 七種武器表面上說刀刀槍槍 內裡說有些東西比武器更厲害 長生劍是笑,笑容勁過劍 孔雀靈是信心,霸王槍是勇敢 迫獄都是誠實,多情環是仇恨 還有離別勾就是團聚 數落六種而已 所以大家紛紛將其他作品歸下去 例如拳頭,又名憤怒的小馬 還有英雄無類也有人說是第七種武器 英雄無類的武器是一口雙子 雖然很特別,但沒有性格元素 騙來了軌道 拳頭在武俠春秋連載時 的確說過是七種武器之一 但沒有性格元素,所以嚴格來說 這兩種都不能歸類落七種武器 1977年,亞視拍過七種武器 就把七殺手和拳頭放進去 反而沒有了離別勾,因為離別勾的版權 已經被無線買了來拍了 我覺得最精彩的是孔雀 講江湖中有件很厲害的暗器 而男主角約了人決鬥 剛好這件暗器是他老友的家傳之寶 他就問老友借來用,心想我還不天下無敵 他抱著這個信念,未用暗器就贏了 所以信心就很重要 即是說,整本小說裡面 這件這麼厲害的暗器是沒有出過場的 而男主角的老婆也很有趣 之前男主角一直說老婆多漂亮多正 搞到大家很期待 誰知一出場,居然是一個傾刑家盲的 因為他看不到自己的樣子 所以男主角一直騙他 你是天下第一美人 連帶朋友回家也要朋友說謊 稱讚老婆超級漂亮 聽起來好像模範老公 不過我覺得,兩夫妻騙來騙去 反而令對方搞不清楚自己的缺點 很容易出事 即是我稱讚你武功天下第一 你信了,出去跟高手決鬥還不死? 你雖然不是完美,但我最愛你 這樣說,不是好過說你最漂亮你最厲害嗎? 信心,不是打架時才用得上的 對大家的感情有信心 就不用騙騙騰騰啦